毛山尽数杀鬼令 故事开始于中国古老的一个小山村 一位名为陈云的少年跟随着身熟门徒毛山师父学习道术 陈云从小聪颖勤奋 很快便掌握了许多道法的精髓 并且成为毛山门下的得意弟子 然而当他18岁那年 师父告诉他道法之深奥 凡夫俗子难以领悟 需要他走出毛山 体验红尘世界 磨练星星 陈云带着一颗好奇心和坚定的信念离开了师门 踏上了冒险的旅程 一路上 他遇到了各种诡异的灵异事件 有的是山中妖兽的袭击 有的是古墓中的不死怪物 有的是人间幽灵的纠缠 每一次遭遇都考验着陈云的道行和智慧 然而他始终坚信师父所教的毛山禁术 以及那句深奥的真言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在旅途中 陈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们一同共度艰难险阻 共同对抗着各种邪恶的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 陈云逐渐领悟到道法的真谛 明白了人性的复杂和善恶的辩证 最终 当他回到毛山时 已是一位成熟的道者 他用毛山禁术杀鬼令 终于平息了当地一个 深藏多年的邪恶鬼怪 拯救了村民 而这一切的经历 也让他更加坚定的信仰着 道法的力量 以及师们的教会 陈云成为了毛山道门的一代宗师 他将自己的经历和心得传承给后人 让毛山的道法永世流传 为人间带来光明和希望 他将自己的经历和心得传承给了毛山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